未來的永續投資我們強調是 我們必須把企業做一個360度的評估 所謂財務報表之外 還有一個所謂表外的一個行為 就是E S跟G這些行為 我們都要納入考慮 那綜合考慮情況底下 再去投資這家公司 就像以前學生 我們可能只重視他的成績 那未來的學生 我們可能重視他的五欲發展 不是成績好的他未來就 資產會表現比較好 可能他五欲發展比較好的 相對來講也會比較容易受到 未來資產的認同 那企業其實也是一樣的概念 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就是要有錢 我是主持人小畢 我每次都笑說 如果你要在投資市場 政治正確的話 你可以選ESG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最近馬斯克這個狂人 他又發言了 最主要的關鍵就在於 在ESG裡面的指數 批出了特斯拉 大家就很好奇了 特斯拉不是等於綠能嗎 特斯拉不是等於環保嗎 為什麼會跟ESG脫鉤了呢 而ESG裡面又新加入了一些公司 包含像是蘋果 包含像是微軟 甚至像一些石油的巨頭也被納入 大家就滿頭問號了 想說是不是跟我以前認知的ESG 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們今天邀請到的是 富達的副總 ESG我們知道是三個詞嘛 是環保 社會以及企業治理 但是這個部分大家永遠會放大環保這一塊 所以從這個新聞 負責有沒有什麼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ESG不是你想的那麼簡單 沒錯 那其實大家第一個時間看到 特斯拉好像就會把它跟ESG畫上等號 那其實富達 其實我們內部有一個 所謂的自己的ESG評級 那也有自己ESG的研究方法 那我們在做這個內部教育訓練的時候 其實 開中民意我們強調第一件事情 就是這間公司是不是符合ESG 跟這間公司到底在做什麼 其實是沒有關係的 對所以剛剛回應到主持人剛剛提到 所以ESG是表示說 這個公司在環境 在社會 在公司治理上面的議題 他有沒有真的去琢磨這樣的議題 而不是看說他到底產出什麼 包括說他可能在員工的福利上面 或者是在工作 工廠本身在製作電動車的過程當中 他對碳排放是不是有做非常非常 深刻或者是明顯的這個監控 其實他並沒有做到 然後也有譬如說 譬如說他在產出的過程當中 可能他的員工的一些工作環境 他並沒有非常非常要去照顧到 所以這部分其實才是真正在看 ESG這間公司是不是符合 ESG最主要我們要看的指標 而不是單純只看這間公司 做了哪些產品出來 瞭解 所以我們就先給大家一個認知好了 就是ESG 他評斷的標準應該說還蠻細的 有很多塊 不是只是你是綠能 我就把你納進來 可是如果你沒有照顧到員工福利 這也是不太OK的 不符合公司治理的原則對不對 最近這三年 ESG會這麼樣的行投資的關鍵是什麼 投資這件事情上面 其實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兩個趨勢 今天想跟各位觀眾朋友做一個分享 第一個是投資在趨勢主題 這樣的一個投資策略來看的話 其實在過去幾年當中 他的一個投資的規模 有出現非常非常大的一個增長 大家可以看到桌手邊這個圖 其實在2020年底 回推三年之間 他的基金規模 相關的基金規模成長了三倍 所以我們觀察到了第一個趨勢 就是趨勢主題這樣投資的這個趨勢 那第二個趨勢其實就剛剛主持人提到 就是永續投資相關的趨勢 一樣永續投資在過去三年當中 他的一個基金規模成長也將近了三倍左右 他已經成長到將近2.74兆的一個美元 所以這部分包括趨勢主題投資 也包括永續投資這部分 確實是我們在投資的過程當中 不能忽略的這個趨勢 了解 而且他是暴衝式的成長 對 尤其在過去三年 其實這樣的一個投資的策略 其實受到投資相當大的一個矚目 那我覺得背後有幾個原因 其實可以簡單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過往大家在選擇投資的時候 其實很簡單的一個分類 會是從我投資在什麼區域 可能是新市場 已開發市場 可能是中國 可能是美國 這樣的投資區域去做區分 或者是從他投資的產業去做區分 亞馬遜好了 其實你說他是科技公司嗎 好像也不大是 也可以一部分 有沒有那麼純 對 說他是消費性產業 好像也是 對 所以其實現在公司 你很難用產業類別去界定 所以我們用所謂的趨勢 那他到底吻合什麼樣的趨勢 我們去投資這家公司 其實更能夠掌握到 這公司長期的成長力道 永續投資這個是 是不斷的在進化這個過程 對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從最早的看 其實在最早在永續剛開始成型 這個概念剛開始成型的時候 大家還不知道怎麼去做投資 所以最簡單的就是 把壞的踢出去 我把一些聽起來不是那麼永續 或聽起來很邪惡的產業 把它踢出去 例如像什麼 譬如說像武器相關的產業 像煙草 像賭博 這樣的相關的產業 很有可能在第一波裡面 其實就被排除掉了 我投資在這樣一個主題 那這個主題是對永續是有貢獻的 比方說綠能 對 像綠能這樣的主題 像電動車它就是一個主題 一個趨勢 那這樣的趨勢 其實在成型的過程當中 其實它是會對 這個永續或者是對環保議題 是有些貢獻的 那其實可以呼應到 剛剛主持人一開始講的 為什麼一些能源公司 它也可以在這個永續指數部分裡面 或者是說某一間公司 它可能背後有一些 技術的研發 而這些技術的研發 在未來的應用上面 可以進一步幫助減碳 因為現在各國的很多政府 他們也在什麼碳中和啊 減碳啊 感覺是一個全球的趨勢嗎 對 所以就像剛剛副總講的 有的時候你資優升 你會對他的要求更高 所以他如果就減一點點 沒有到那個指標不到位的話 他或許沒有辦法被納入這樣的ESG 可是如果你是 可能你以前沒有那麼綠能 你是屬於綠能後段班的 可是你有在進步 你也願意去改善 這個部分我們看到他的態度 所以就有機會被納入ESG囉 對沒錯 其實我們認為說如果說我們今天 只著重在那些碳排放 很少的這些企業 其實他對減碳這件事情 是沒有太大的貢獻 因為他本來就少 對他本來貢獻 那碳排就少 那如果我們今天鎖定是 譬如說像石化產業 他碳排是多的 但是如果他願意改進的話 他其實 降低碳排那個幅度 是相當相當驚人的 所以我們就會鎖定這樣的企業 那未來透過這樣的企業的投資 他其實也相對某種程度上 是透過一個所謂的 減碳的一個轉型 其實他相對來講投資的機會 也會相對是比較可觀的 在未來其實最最最明確的一個趨勢 就是我們必須在2050年之前 達到淨零碳排這件事情 所以相對來講 他隱含的投資機會也是比較大的 所以你去回想 其實我們在工業革命以來 已經污染地球300年了 那我們接下來只剩下30年的時間 去逆轉 所以在這未來30年 他必須投入的 包括資金的導入 或者是技術的研發 企業的轉型 他是相當相當可觀的 所以其實未來來看的話 我們認為在2050年 甚至為了2050年之後 其實在整個 氣候變遷這個議題上面來講的話 怎麼去對抗氣候變遷 他是會未來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個投資趨勢 那包括大家看到右上角的部分 其實政策部分確實也是加持的 從去年的COP26 其實越來越多的國家 重視這樣的議題 其實也比較明確的宣稱 他在2050年 甚至2040年 或者2030年之前 要達到淨零碳排 所以這部分在政策的部分 其實持續是加持的 那最後就是 其實我們看到消費者的 一個行為的改變 譬如說未來大家可能比較考慮 電動車相對於燃油車 那未來在服飾的選擇 可能也開始越來越願意接受 所謂的二手衣這樣服飾 相對來講去降低所謂的一個 環境的污染跟碳排的部分 可是呢 ESG你自己觀察 就是今年的ESG 跟過去幾年的ESG 最大的差別在哪裡 我覺得其實投資人在經過 過去幾年的一個市場的一個 訊息的一個教育之後 其實越來越清楚知道 ESG是什麼 所以其實也比較不會像一開始 大家確實把ESG當成是 譬如說他只是一個環保的題材 對 所以也知道怎麼去做投資 其實氣候變遷受益者 譬如說簡單來講 譬如說 我投資在水資源的部分 因為在氣候變遷的情況底下 那可能在未來來看的話 針對水資源的部分 可能越來越匱乏 那所以今天假設說 今天有某些企業 他想在水資源部分 有一些著墨的話 他可能會是在氣候變遷底下的 一個受益者 比方說我用了很多水 在我的製程裡面 我就回饋這個社會多少水 類似這樣算嗎 譬如說他在水部分 譬如說他水的一個回收 再利用的部分 他可能有比較深的著墨 可能在過往 大家比較重視的 可能是在綠能部分 或者是電動車的部分 這樣的一個科技 那確實這樣的科技 也可以幫助所謂的一個氣候變遷 達到一個降低碳排放 這樣的過程 但是這樣的策略有一個很大的 一個比較大需要考慮的 是在於說這樣的策略 他相對性來講 他的產業集中度就會比較高 所以可能在譬如說 在過去一段時間 可能在能源相關的價格 有一些波動的時候 他就比較相對容易 受到這樣子的影響 對所以其實我們還是要考慮說 我的策略是不是能夠 同時間兼顧這個產業集中度 不要太高 那同時這樣的一個投資策略 也可以幫助我們實際上 在降低碳排放這件事情上 可以達到真正的有所貢獻 比較有感的就是去年的元宇宙 他就有點過度集中 然後再加上他還沒有成型 他比較算是一個話題 可是這個很明確就是2050年 我們要達到什麼樣子的目標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30年的時間 我們要怎麼奮力的往前跑 所以這5個投資機會 都是大家接下來可以掌握的 對這個部分是我們複雜在內部 做了非常非常多的研究 所以我們剛剛最重要的關鍵 還是在於 我們希望我們的投資 可以對環境產生實質的影響性 就是我們透過投資 真正降低碳排放 那所以我們鎖定的 不是像一般鎖定說 什麼叫比較乾淨的企業 反正我們是鎖定 現在碳排放可能相對比較高 但是他未來減碳的空間 相對也比較大的這些產業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譬如說第一個智能交通 那智能交通裡面就有幾個選項 電動車或者是電動車 電池等等 那透過這樣的一個技術的研發 或技術的誠信 我們相信未來可以減少 將近一半以上的碳排放 所以我們就選定這些相對來講 未來減少碳排放幅度高的這些產業 這些企業或者甚至是他的價值鏈 去做投資 我們相信這樣的 未來的投資的潛力跟機會 相對來講也會是比較大的 這樣的意思就是 比方說我是一家 本來就在做電動車的 可是可能基金公司這邊會更看好說 你以前是在做燃油車的 但你要轉型去發展更多的電動車 這個才比較有潛力 其實他這個轉所謂的一個轉型的紅利 其實才能夠更提供所謂的一個 附加的一個價值給投資人 OK 所以像乾淨能源啊 工業4.0 還有綠色建築跟永續消費 也是一樣的概念嗎 對 其實我這邊想額外提的是 其實在電動車或者是能源 或者是工業的部分 可能大家會比較熟悉 那過往其實有兩塊 其實大家相對來講比較沒有 意識到或重視他 但是他降低碳排的幅度很大 第一個是建築的部分 其實建築的部分 其實建築就以他的一個碳排放來看的話 能源相關的碳排放 建築可能佔了三成以上 對 所以他的碳排放其實相對比較大 而在英國的部分來看的話 他過去幾年其實 能源相關的碳排放 其實減少幅度 已經高達1 3分之2左右 但是建築相關的碳排放 其實在過去幾年還是都沒有減少 對 對 所以其實我們發現其實在建築的部分 他其實在減少整體碳排放來過程當中 他其實也扮演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 如果建築可以相對來講減少碳排 他可以減少55%的碳排 所以我們就是觀察說 那什麼樣的一個 科技或什麼樣的技術 在建築的使用上面來看的話 可以有效的將幫建築降低他的碳排 那譬如說有些如果今天有一些企業 他所研發的一個特殊的建材 他的建材隔熱或絕驗效果會比較好的話 其實相對來講 對碳排放有相當相當大的貢獻 我想大家聽到這邊 應該有稍微有一點脈絡在 就是我要怎麼樣投資ESG 可是我們要來告訴大家 就是再講細一點 直接開宗明葉告訴大家 如果真的很想選相關的基金的話 這邊有哪些是還蠻有機會的副總 對 那其實我們副達 其實最近推出的策略就是 減碳商機這樣的策略 那其實我們策略的目的 其實就是希望可以一次難化 所有跟減碳相關的一個商機 那就是剛剛提到那五個 對那對比相其他的一個 投資的策略來看的話 其實關鍵還是在於說 我們盡可能把我們可以投資的範圍放大 所以盡可能不會受到一個 所謂單一產業的這樣的一個影響 對那同時之間 也可以擴大我們之間的一個 所謂的影響性 那相對於譬如說最簡單最極端 就像譬如說相對於綠能 或是電動車的部分 他可能單純比較重視在 智慧交通或者是乾淨能源的部分 那也不是說不對 但是相對來講他的一個投資的範疇 比較小的話 他就容易受到市場波動這樣的影響 那現階段我們說這個股票大跌啊 或是整個投資環境是比較不友善一點的 那現階段來切入在ESG 他是不是相對來講 比較抗跌一點 對其實很多投資人都會有心中有疑問是 是不是真的投資在ESG 相對來講是比較抗跌的 那其實我們在2020年這段期間 在所謂COVID-19這段期間 確實也做了一些觀察就是 我們在富達內部永續評比相對比較高的 確實在2020年之間的 那個所謂新冠疫情衝擊的期間 他股票或者債券的跌幅 都會是相對比較小的 對當然我們不能說今天可能 他永遠不會受到外在環境的衝擊 還是會受到大環境的衝擊 但是因為相對來講 已經重視永續這樣的企業 相對來我們相信這樣的企業 本身在經營體質上面 就會是比較健全的一個企業 我覺得這邊可以附帶另外提到一個概念是說 其實今天永續投資跟以往的投資 最大的不同是在於說 以往的投資可能只看到企業的 所謂的財務報表這個層面 那未來的永續投資 我們強調是我們必須把企業 做一個360度的評估 所謂財務報表之外 還有一個所謂表外的一個行為 就是E S跟G這些行為 我們都要納入考慮 那綜合考慮情況底下 再去投資這家公司 就像以前學生我們可能只重視他的成績 那未來的學生 我們可能重視他的五欲發展 不是成績好的 他未來就 資產會表現比較好 可能他五欲發展比較好的 相對來講也會比較容易受到 未來資產的認同 那企業其實也是一樣的概念 所以現在還是股優於債嗎 E S區這塊也是如此嗎 E S區這一塊所謂股優於債 有一個趨勢是說 E S區相關的股票基金 會比債券基金來得多 對那其實背後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是因為投資股票 其實我們是所謂的股東 所以股東的部分 我們就有股東的身份 可以去跟這些公司 去做所謂的議合 那協助或者是甚至是督促 甚至是逼迫這些公司 做出正向的改善 但是因為債券的部分 是債權人的概念 所以他比較不會 沒有辦法進行議合 我們希望可以透過 第一個是透過 減碳的這個股票 去拿到所謂的一個上漲的空間 或者是未來成長的空間 那同時間我們搭配債券 那債券這部分 我們選擇的就是相對來講 已經是低碳牌的這些優等生 所以透過一個所謂 在減碳趨勢情況底下 一個減碳的一個 對減碳有貢獻的這些股票企業 再加上已經現階段 對低碳有貢獻 這樣的企業所發行的債券 好 所以如果我今天是一個棒球國家 對我要選的是誰呢 我一定要選黑馬 黑馬選完那個資優生 他打擊率很高的 或是他防禦率很強的投手 我也要選他 就是他本來就在前段班的 跟有潛力的 我都必須要把他納入 這個我的國家隊才會 進可攻退可守對不對 所以在這個整個ESG的投資環境 大家可以掌握幾個要件 那影片的話重複聽重複看 你一定會有一些新的心法 也歡迎在留言區裡面 多多來跟我們分享 今天非常感謝副總 也謝謝大家的收看 那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還要開啟小鈴鐺 我們來看一段工商服務 在這邊呢 告訴大家 汪汪水神維酸性電解刺激酸水 跟病毒細菌作用還原成水 溫和不刺激 比酒精跟漂白水 都更加的環保 要跟病毒共存 必須要長期抗戰 大家趕快來到快點購 輸入雅婷的推薦代碼 CTI999 就能夠享有折扣優惠